配的畫面 這邊做貼上Enter 那一樣全選 這邊就已經有寬度了對不對 我剛剛說我要1.3Enter 再按Enter重新上個指令 然後一樣全選 Enter 它就有1.3可以做使用了 Enter 它請你先選取文字物件 選起來之後呢 它問你要遞增做好數值 你輸入1Enter 就會遞增 再按Enter重新上個指令 一樣全選 我輸入-2 OK嗎 它就幫我遞減 哈囉各位好我是你的AutoGate顧問蘋果爸 今天這一回很特別來跟各位分享現在非常火紅的AI機器人 Jack GPT 那我一樣有試用了 那 我先開始呢 我有做一些簡單的詢問 那它有成功幫我寫出 第一支程式 還有個第二支程式完成一半 我待會會出展示 那我跟它迂迴了多久呢 我跟它迂迴了大概有 差不多 我算時間大概不到一個小時啦 但是 你必須引導它 它會有一些錯誤 就跟人一樣 剛開始寫程式的時候呢 你還是必須要去debug 可能還不可以一次完成 你可能從基礎程式開始做起 然後慢慢去附加到你要的多重的需求 那我給它一些基礎的一些知識 像剛剛提到說 你給它的關鍵字跟資訊越清楚 它可能 可以更具體的寫出你要的答案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試一下 這個程式呢 一樣好把它這邊做複製 Ctrl C做複製 我們回到K的畫面 好這邊打開我的 內建的編輯器對不對 好這邊新建一個檔案 然後Ctrl V做貼上 OK這是一個程式的指令名聲 在這個地方Ctrl鍵加C做複製 請它做載入 把它拉大一點 做載入 OK一個格式成功了 如果使用它的程式呢 你沒有出現這一行呢 表示它的程式碼有誤 OK嗎 好那成功之後呢 我們使用這個程式 Ctrl V貼上指令名稱 然後選物件 選完之後呢 我給它寬度 請輸入新的文字寬度 我輸入0.5好了 Enter OK 正確成功了 但是我現在 不滿足 剛剛說你的 呃 程式呢 不能幫我記住上一次的輸入啊 我每次都要重新輸入 我覺得不方便 所以呢 回到我們的網頁 在這裡我跟他說 你這個程式已經成功了 學習真的很快 我舉例呀 我希望說他可以 讓我輸入文字寬度呢 下一次呢變成內建的 預設值 OK 那我現在 先將這個程式呢 把它Copy起來 回到K的畫面 再一次 DL 這個呢 Ctrl A Ctrl B貼上 貼上新的程式嘛 好這邊做個 載入動作 好那這個呢 一樣 程式指令名稱把它Ctrl C 複製起來 不要K的畫面 這邊做 貼上 Enter 好那一樣全選 這邊就已經有寬度了對不對 我剛剛說我要 1.3 Enter 再Enter呢 重複上個指令 然後一樣 全選 Enter 他就有1.3可以做使用了 所以這時候就按 下0.5 沒問題 我請他呢 幫我加上中文註解 讓我們 可以學習跟使用 請他用繁體中文 他當然就後面幫我加了一些 你看 他幫我加了中文註示 非常方便 所以 不僅可以幫你寫程式 他還可以呢 幫你做註解 讓你變成教學的一個 範本 真的非常的強大 各位可以去做適用 OK好 我請他做 數值的遞增 一樣跟他做一些迂迴 然後 來來回回呢 做一個 測試 最後呢 我一樣 往上面看一下 這個程式已經成功了 OK好 Copy一下 回來這邊地方 一樣呢 這邊 使用 內建編輯器 我在開啟空白的 編輯器 然後呢 Ctrl V貼上 我現在要 切換到我們的數值遞增對不對 這邊12345678 他純粹只能做數值遞增 所以這個地方呢 把它做載入 好回到K的畫面 輸入程式指令名稱 Enter 他請你先選取文字物件 選起來之後呢 他問你要遞增做好數值 你輸入1 Enter 就會遞增 再按Enter 重度上的指令 一樣喔 全選 我輸入-2 OK嗎 他就幫我 遞減 是不是非常神奇跟厲害 對不對 好所以 以上呢 是我使用 這個 CheckGPT呢 幫我寫了兩個程式 那第一個呢 文字寬度呢 目前已經可以做使用了 那這兩個程式呢 我會分享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你可以去那邊回文做下載 那專屬 或者成功呢 我們也歡迎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做交流 讓 我們現在工具呢 可以幫助我們工作 除了我這邊可以回答一些技術問題之外呢 一些簡易程式呢 你也可以試看看 請他來幫你做編寫 那前提你必須有一些基礎 你才能幫他做驗證跟除錯 好 我是蘋果爸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個影片呢 對你 有幫助你也很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 留言跟我做互動 好 那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還有小鈴鐺 我們就下回見囉 拜拜